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就会比较高 手头也是换了个新发型 向普格拉靠近 距离神又进了一步 好 接下来是大换血的明古屋Bodista 去年搞笑担当的队伍之一 对吧 今年也是大换血 阿基拉担任了队长 因为这次是跟Milden这个平台合作 所以梅老板跟Photo也是加入了这个队伍 而且梅老板那个title也换了 叫持续进化的传说 以前是活着的传说 可能不太吉利 所以他给他换一下 那明古屋队还有一个选手 是之前提到过的拿里捆 虽然拿里捆本身的实力不缩 但是在这一支非常耀眼的队伍当中 很有可能会成为新一任Bodista的吉祥物 好 那两支队伍的8位选手介绍就到这边 今年也是大换血了 其实换来换去 只是把队伍的这边换到那边 其实大区别也不大 那这一轮的话是由Bodista来作为一个主场 所以先要由熊本队这边来排兵步阵一下 再由这个明皇这边来决定 到底哪位队员先上 这个赛制的话给我的感觉是 内莫对他们更加适合打一个后手 尤其是内莫的棍娘和丙爷的老瑜伽 这两个角色作为一个先发的话 很容易被针对掉 就比如说丙爷 对吧 他如果要上这个老瑜伽 那Photo是必然一个美华骑你的脸 这个时候就问你丙爷怎么办 对吧 你看丙爷摆出来 直接放在大降位 我觉得这个不合适 说真的 要么就是丙爷已经做好了必死的觉悟 要去面对Photo 现在的阵容的话是先锋内莫 中间Higuchi最后大降丙爷 对吧 丙爷这个20分有点守不住 我有点担心 说真的 就Photo一个过往的成绩来看吧 过去就是他用美华打瑜伽 那胜率的话至少有个七八十 很高的 你看他打比赛很少输 角色克制撇开不弹 说真的就不算很克制 但是Photo他是真的会打瑜伽 只要你看过你就明白 那瑜伽爬不起来的 就横在地上 动也动不了 痛苦了 好 接下来同样是跳过选人环节 直接进入到双方的一个先锋战 好 BODY STAR这边是选择了用梅圆去兑现NEMO 上来就是两个老将之间的对决 从角色来看是要老古猎来兑现法尔凯 那老古猎打法尔凯有一点会比较难受 尤其是距离拉到半个屏幕以上的时候 那法尔凯那个蹲下的发波 鼓猎基本上就发不出波来 但是梅老板毕竟是梅老板 梅老板这个人主张进攻擅长进攻 这个对决的话也是逼着他要去打进攻的一个局 那法尔凯这边会偏向于去做一个防守反击 接下来就看梅老板能不能把这个进攻打出来好吧 这边是带的VS2加V7EVS2空中的发波确实 对波的话用VS2是可以解掉对手的一个蹲下发波的 感觉上是可以取得一个不错的效果 好了 比赛开始 上来NEMO这边还是老规矩 一样你蓄力我也蓄着力 只是蓄力的方法不一样 一个拉方向一个按住键 NEMO这边占据更多的主动 梅老板这边反而是在防守 说好的进攻呢 前前过去打不穿 感觉会有点难 脚刀这个位置上刚刚好 现在就等梅老板打一波进攻了 这个进攻会怎么来 其实方法还是有很多的 可以用轻角往前靠 起跳 或者用VS飞过去都行 但是还是要看NEMO的一个出手动作 另外NEMO这边呢 对于梅老板的一个威胁 就在于他的一个起跳跳入的距离非常的远 法尔凯这个角色跳中拳 基本上是可以打一个全屏的 那这个东西就可以随时威胁到梅老板的一个发波 所以这个队局看起来是你一枪我一枪 对吧 但实际上已经暗流涌动了 双方都已经蓄势待发了 血量都差不多 EX 凹 这一手想要凹一手梅老板 没凹到以后那也是大麻烦 手上还有个CA 梅老板没有打CA 他省了一个CA 这边要准备怎么做 直接磨水 你最后还是焦 焦比亚没有用 这个比亚闪不了 NEMO只能象征性的反抗一下 关键那一手凹没有想到是没有凹中 对吧 他应该是觉得自己对梅老板有研究过 这个点上面他出招的可能性很大 但实际上梅老板就是忍住了 没有出 很奇怪 其实像这种凹起来很慢的角色啊 他命中率是很高的 因为对手往往是延迟出手的动作 就很容易被打中 如果要防法尔凯的这种升龙 就必须要很解决 这一波我就什么都不按了 想明白了 好 现在第二等 来 中角打消耗 NEMO这边一直打的就是 没有什么特别有侵略性的地方 来 这边发布命中以后 这个很怪啊 他拼到一个波 然后EX放到对手也没有追过去 那这个EX等于是浪费掉的 按道理来说应该是要换一次进攻智慧 才考虑这么做对不对 这边又被对空 NEMO新练的这个凡尔凯 好像没有什么太大作用 这个空波 这怎么能丢 这边重拳打中以后也没有确认 反正上来有点不在状态 但血量上面还是领先的 问题也不算很大 但梅老板这边呢 手上只要V7一好 一波CA过来 你未必能扛得住 但是这一波 NEMO率先要开 啊 明明可以折到啊 这边如果一手V7 梅老板起身抢头 应该就一波带走了 但他应该也不敢直接V7来压 梅老板手上是一个满资源 很恐怖一个脚刀加一个CA你就死了 那接下来这个血量上面 虽然是领先的 梅老板呢 却可以随时带你走 NEMO这边远距离打一下消耗 要再来一次吗 这边再来一次 很有可能会吃脚刀 梅老板试探性的花两个波 NEMO这边 直接是被确认到了一个发布动作 死了 哇靠 哎呦 梅老板这个拍照直接把NEMO给拍死 NEMO整体的牵制方面 这打的还行 但是后手是有了很多的失误啊 空中的这个近身贴脸发布 我是没有想到的 有可能是想要骗一下梅老板的这个角道 但问题是那个点上也骗不到呀 那个点你出一个角道也是把你刮下来的 那你空中那个刹车是干嘛的 落地还要被打一套 很亏的 不如直接拼了 跳进去打一下 好了那现在到了第二局 上来的先锋战 NEMO这边感觉还没有到状态 前面的失误有点多 奥山龙也有点草率 对吧 有确认的机会也没打 这边跳入了连招又没有打上 距离判断是有一个失误在 他主要这个角色的话 一个站中拳距离实在有点短 几跳中拳抓了对手的一个轻角 这边过去以后压一下晕点 没老板这边这个晕点好的 直接用一个进攻的方法把它抢救回来了 有点强 NEMO这边没能卡住这一波的话 没老板这边反手开出VT 又是一个接近满资源 很恐怖的 随时都会来 把波跳过去没有用 打不穿 没老板静如老乌龟 就是打不穿 这个对抗人的草率吧 用中角来对距离太远了 难道他是想要打对手一个跳中拳的出手 这天就讲了 NEMO这个起跳的话 攻击范围大半个屏幕 他起跳只要按那个中拳就可以命中 没老板至少也得用一个脚刀来对 不用脚刀的话 是有点危险 但没关系 因为他用的不是一个金光一闪 如果是用金色的升龙的话 就破绽很大 实际上普通版的距离比较远的情况下 鼓励还真不好去还这一招 又有点还不到 如果是金光一闪 一个中拳啪一下过来 人直接死了 好 那这样NEMO这边领先一等 哎呀消消耗 现在没老板手上捏了这三个资源 应该是要准备找机会 EX波丢一下 看看能不能抓一个倒地 现在NEMO这边想反驳 一直反不到 因为没老板那个发布的一个timing 有点怪 有快有慢 很难捕捉到 中拳命中 好的这一波 可以送一个强角 哎这边还打一个修正 没有想到打连段 NEMO还挺贪的 有点想走一下套路 看看能不能拿一个更大的智慧 连续两发前重拳 这个东西可以打对手的 一个战力的续波消耗的 这个东西一旦被抓出手 砰一下 人就会死来 NEMO这边先开VT 看一下能不能折得中 不能 刚想去偷个鸡折一下 结果就发现没老板一个脚刀送你上去了 很多时候心中就不能有邪念 一定要忍住 像没老板这边发布 NEMO表示各种没有办法去弹 UVS的话要弹这个波 需要有提前量 但这个提前量 就很难判断 没老板这个到底是快波慢波 只能靠猜 一猜就猜错 怎么办 清掉又靠过来 没老板这边偷一下就跑 摸一下就走 就看能不能卡到那个距离用清掉 我还来 你同一招出三次有点看不起NEMO NEMO这边受伤是有CA了 有这个CA的话能不能打一个单发确认 但我感觉没老板这边不太想动 老贵 你有本事过来投我呀 没老板表示这个时间点上面只剩最后的十秒钟了 你要么就鼓足勇气上来投我 这个时候NEMO也会想 我这个时候进攻机会只剩投的话 那很容易被没老板猜中 他用轻攻机劫我 我怎么办 对吧 所以他想试着卡在那个位置 骗一骗没老板的攻击 结果没骗出来 这边没老板被骗到一个生龙了 生龙直接进到一个长角 叫一个VR出来 这边在卡的一个轻角过去打一下消耗 NEMO表示 从来都只有我消耗你的 你消耗我消耗不了几下 NEMO这边消耗比较简单 他那个续波的话发动会更快一点 而且还可以取消一个二段波 一旦看到拼到枪杀的话 马上就可以再派升一下 但问题是这派升一下伤害不高 而且打的有点远 没有办法再压起身 近一点的话可以压 远一点就不行 没老板这边连续的起跳进攻 叫一个VR放倒 放倒以后还是要给你打一个远距离战 NEMO已经铁了心了 要比你老乌龟更加老乌龟 今天就是老乌龟之间的对决了 没老板这边手上是VT已经好了 随时准备要发动进攻 接下来怎么做 用下段扫过去把起跳 这一下没跳到 但是很谨慎 打完就走 这个V闪属实有些短 那凡尔凯这样一看的话 他那个V闪的性能是有点偏低的 反过来这一波这么近 又是一次超远距离的跳路 这条中拳封一下对手行动 没老板找到一个机会 下中角把VT开出来了 后跳一个中拳封你的一个前跳 没老板这边就慢慢的蚕死你 很强 明明就这么一丝血了 但怎么就打不掉这样一小段 NEMO现在也很痛苦 没老板这个人是真的怪人 哎呀真的是你要跟我比老乌龟 真的强 这个防守 不是我说什么好啊 世界一流的防守 超一流 真的强 这就是1-8强的防守 看懂了没有 NEMO其实最后一单的时候领先的很多 但是没老板压根就不给他摸到的机会 一下讲都摸不中 NEMO内心是着急的 但他那个角色的话也决定了他没有办法去做一个强攻 只能是跟没老板这样慢慢对 而且最后的关键问题是他没有资源了 没有资源就意味着他很难去用这个发波再派生一发 打掉没老板的发波把它放倒 或者是继续去压制他的血量 这个就很难受了 好那上来的这个先锋战的话 没老板是稳稳当当的拿下了这10分 NEMO这边也是意识到了 对吧真正的老乌龟战术是不能对着老乌龟用的 不是铁王吧 好那接下来就是双方的中间站 我们下期视频再见 当你看到这的时候 说明你已经看完了整支影片 恭喜你正式成为了一名 具有国际眼光的国际型观众 如果你喜欢我的视频 记得要订阅我的频道 如果你不喜欢我的视频 那你只能是喜欢我的对不对 那就更加要订阅我的频道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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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